大家都在問萬六至上 還可不可以蠢骨 海豚的這個方式 讓你在兩年半的時間 輕鬆獲利突破50% 讓你輕鬆退休無煩惱 大家好 我是Mr.海豚 范振宏 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豚骨拉麵 那今天拿什麼麵呢 跟上一集一樣 這一集要持續跟大家介紹 0050 本多中盛操作法的操作理念 以及萬六至上到底可不可以存股 那喜歡我頻道內容的朋友 記得幫海豚按讚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節目吧 大家最近一定會發現 身邊不時都會聽到有人在討論股票 其實這就是市場熱度 其實也感染了很多以前 不曾接觸股票的朋友 但是畢竟投資並不是包賺的 那投資跟理財 常常會成為新手在思考說 在這個投資路上的 到底要選擇哪一塊 那當然 這個最近因為公司呢 陸續公佈這個鼓勵計畫呢 殖利率也成為大家討論的一個話題 那相信大家都會很有興趣 這個傳說中小資族 也可以本多中盛的操作法 到底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呢 它是一個無腦操作 簡單來說就是你不需要分析 每個月呢就是時間到了 就看一下線圖現在落在什麼位置 然後就做該做的動作就好 要買還是要賣 買多少賣多少 都根據目前的位置去做判斷 那第二個呢就是一個 強迫儲蓄的一個效果 因為很多小資族呢 基本上都在理財這個部分呢 遇到很多的問題嘛 那究竟要買多少 其實也不知道 那存錢存在銀行呢 這個利息又低的要命 比如說你月薪好 假設3萬好了 你可能撥個10% 20% 穩定的呢 存到了你這個運作 本多中盛的策略的這個賬戶裡面 那每個月呢就照計畫 去慢慢做投入 所以這也是一個強迫儲蓄的一個動作 那另外最重要的 它是具有一個這個負利的效果 為什麼說它會有一個負利的效果呢 因為大家知道 你長期去投資這個0050 基本上它不會倒 那也會每年很穩定的發放股利 都會存在你的這個0050的賬戶裡面嘛 你就會等一下 等到時間到了 你會把這個股利的金額呢 拿去再投入 然後以及呢 當像是最近 已經漲到我們的停利區 你賣出來的價差的獲利呢 也會拿來再投入 所以等到你長期下來 你投入的錢越來越多 你的股利越來越多 你的價差的收入也變多的時候呢 很自然的 未來 將要再投入的時候呢 你就拿這些已經賺到的錢 再拿去投入 等於說你平均成本會快速的下降 你也不用再投入新的本金 所以長期下來 真的 就讓股利跟價差 就直接讓你把它這樣 雪球滾大 那第四個呢 就是為了退休準備 那剛才有說到嘛 你後面就不用再投入本金了 當然說如果說跌得很低 你要再加碼投入也可以 等到你的貝斯做大之後呢 那之後股利跟價差 基本上你就不用煩惱 那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 長達10年以上的操作計畫 如果你現在可能30幾歲 你很適合做 如果你現在20幾歲 那你更適合做 這個投資法一定非常重要 那為什麼在這個操作 可以這麼勝券在握呢 因為它這個策略有幾個特性 那第一個呢 是市場不會永遠空投 你想一下 2008年今天海嘯 但是2010年 其實就漲上來了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你有 透過每個月的定期不定而去做操作的話 基本上平均成本都會回來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策略呢 是越低買越多 越低呢 你買的貝斯就越多 單位數就越多 就能越有效降低平均成本 那第四個特性就是 剛剛其實前面有提到 股力跟價差的再投入 就是可以讓你雪球越滾越大 那第五個呢 就是退休計畫 就是創造未來的被動收入 好那講了這麼多這麼好 那萬六以上到底能不能存股 這告訴大家結論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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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前面有講到我們的操作理念 有提到 越低買越多 那獲利的來源是來自於 股力跟價差 那價差呢 到底什麼時候實現 但是進入獲利階段的時候 那來看看我們這個 最近0050處在海豚的 本多中盛交易策略裡面 什麼位置 你就會發現 這個圖啊 遠遠超出區間的上緣 而且又非常多 那基本上海豚這個策略 在超過最上緣的時候呢 就開始會進入一個停利的狀態 所以呢 整體來說 你現在去買 可能相對來說 就會買在高檔 這是會非常危險的一個狀態 因為萬一買剛好回檔的話 就會非常麻煩 那我呢跟我個人的學員 其實從2018年10月 就開始執行這個買進的計畫 持續買進0050 從2020年到現在 已經連續9個月呢 照著計畫做出了這個 獲利減碼的動作 那獲利呢 其實讓學員都是蠻開心的 那當然 現在不能買 什麼時候可以買 時機到了 海豚會告訴你 那記得要追蹤海豚的 Tail Grab 在每個月的最後天 會告訴大家 提醒大家 這個月該怎麼動作 那一定會有人問 那現在真的不能買嗎 那其實也不是不行 我們來看一看 這一張的獲利績效的統計圖表 這個圖表是從2007年 金融海嘯 海豚那時候回撤是從 刻意 從這個最高價的時候開始買 去做回撤 當初買完是這樣 開始就 因為要金融海嘯就跌了嘛 所以變成說你會買在高點 而且會有短暫的套牢 但是呢 因為剛才前面有說到 有一個特性怎麼樣 市場不會永遠走入空投 而且在鼓勵 在投入之下 平均成本都會持續的降低 而且我們又越低買越多 所以呢 在最終的狀況下 建商都是一定會獲利 你要說這個操作法是 勝率百分之百 其實也不為過 但是重點是什麼 你有沒有照計畫執行 真的跌下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照計畫去做買進 這個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啦 本集就到這邊 下一集就要進入這個 0050本多中心操作法的高潮了 有關於這個操作法的資金分配 操作細節還有這個操作法 能不能應用在其他的商品上 或是個股上 想知道的話 記得要訂閱開啟小鈴鐺 還有收看下一集的豚骨拉麵 有關於這個操作法 有關於這個操作的 我又在說什麼 知道了 然後我就會說 你們先接著 他们會不會做一件事 我的話 你會看到